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十套评述 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党的十八大开会 党的十八大开会呢 应该说过去的这一年 对这一年进行一个总结 大致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概念了 我一直说胡温呢 因为他结束了嘛 他就结束了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在习近平身上 但是透过这一年时间 将近一年时间的这种变局 变化呢 有一个样的东西呢 就是整个原来江家帮的体系呢 瓦解了 我们能够拜守之都算了 我记得我多次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从王立军开始 王立军 古开来 薄熙来 周永康 到了曾庆红 到了江泽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露面 其实今天有另外一篇文章提到 就是说那篇文章呢 是中新网 中新社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报道什么呢 报道江泽民这个说 建那个上海海洋大学那件事情 就那一家新闻 但是他写的说挺逗根儿 他说江总书记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未露面的情况下 见了这个上海海洋大学的领导 这不是诚心下家伙吗 对吧 诚心下家伙 那是十月份的事情 那如果近一年时间江总书记都没出现的话 那9月22号 有曾庆红的陪同 对吧 李兰青的陪同 有游喜贵的陪同 到国家大剧院 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借饼 邻居 对吧 去看了戏了 看了蓝色多脑盒什么东西 中新社在香港的记者说 一年 今一年没露面 露了面 见的是上海大学的校长 那你就不等于是把9月22号 人家一群人看戏这事给否了 那大家伙看的是谁呢 鬼 那你自个说的呀 那不是人出来的 那人没出来 那就是鬼 可是呢 这个香港中新社报的这篇文章说的呢 他要证明的说江总书记不错 见人了 见的谁呢 上海海洋大学的校长 可是那张照片呢 那现在都用这个DJ头照片 谁还用 不用那个原来股市原来那方法洗照片了 买点柯达或者富士胶卷 人不玩那个了哈 所以但是他现在电子的这种照相呢 有个麻烦 把当时照相的那种资料他会储存下来 啥书照的啊 灯光情况啊 曝光情况啊 它会有一个记录 所以有一些有心人呐 或者说对江总不太信任的人 就把当时这张照片呢 给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一看呢 半夜三点钟照了 你说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不是成心跟江总过不去 用半夜三点钟的照片说这是真的 然后否定了9月22号当时的照片 我为什么又着重提这段故事呢 就是江家帮整体完蛋了 这是今年一年来的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今天基本不是落听了 是糊了牌了 甭管是碰糊 堆糊 屁糊 反正它是糊了牌了 糊的这座牌就是把整个江家帮划场 完蛋 扯淡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另外一个 随着江家帮扯了的过程当中 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的事件引发出整个中共太子党的大分裂 当时江家帮呢 找薄熙来呢 想作为他的延续 作为他的一种保护伞 就是未来给儿子孙子们的保护伞 而曾庆红本身是太子党 以他这个身份呢 能够在太子党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来运作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场面 而薄熙来的倒台呢 诱发出整个太子党的大分裂 这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知道刘元的下来 张海洋的下来 都表现出整个的场面 包括说这个王震的儿子王军现在也被调查 薄熙成 薄熙来的兄弟被调查 这都表现出整体太子党的麻烦 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这个陈元有什么麻烦 到现在没看到 所以太子党的大分裂 也是今年的整个变化当中的另外一个看点 其他的被爆料呢 有他的背景的原因 那但是呢 这两项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因为太子党的分裂呢 直接影响到习近平未来对中共的掌控 就对整个这个国家的掌控 太子党的分裂呢 也就今天的这个场面呢 会在造成习近平相对的他的主攻力更高 但是太子党另外一个概念呢 为什么称为太子党呢 不正是他的家族的背景吗 而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呢 社会环境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集权的社会塑造出几百个家庭 两三百个家庭掌控了整个中国社会 这国家是人家的 老百姓都是给人家打工的 包括薄熙来眼睛当中的胡锦涛也好 这个文家宝也好 没有那爹 所以你们也就给我们干活了 这就是这个场面 提到太子党 提到今天习近平的身份 美国之音写了篇文章 他就提到中共的太子党是如何敛财的 这样的消息大家一直都有 但是还没看到任何一篇文章 能够以时间为轴呢 前后推出来 总结出来中共最高层的太子党们是如何挣钱 所以挺值得看 特别是 对一些80后90后的朋友呢 起着一种ABC的作用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直接是这么说的 看中共五代太子党如何敛财 文章讲说 太子党的这个身份呢 实际是从红色家庭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近几年才真正叫出来 那原来没有这么直接表述太子党 而太子党呢 他主要是利用家族势力 和裙带关系致富 而且并不是胡温这十年的一个新现象 他说 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家族就开始 中共的太子党就一直在不断的敛财 一直到现在 红色家族已成为中国心腹家族当中的主体 我记得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过邓小平非常邪恶的一点 就是扼杀了人性的一面 最大限度的放纵了人贪婪邪恶的一面 这是非常真实 那因为文章他讲五代嘛 所以他就从毛泽东那一代算起 他说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人 他的孙子毛新宇曾经有一番讲话 他说毛泽东家里面没有人经商 那个我记得我们用过 无外乎就是表明了毛新宇自己比较清廉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吧 那我们当时看那个故事呢 就当个笑话看 我觉得也是当个笑话看 因为毛新宇呢 大家记得这个刘元跟毛新宇 曾经特意照过一张照片 意思呢 毛家跟刘家呢 因为这个刘少奇的惨死呢 结下了一场私怨 那刘元呢 无外乎是表现出呢 家里的私怨给解除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挺难为刘元的 因为呢 毛新宇呢 比较特别 看他爷爷的书呢 都反着看 所以他能照张照片不容易 有关毛泽东年代 这个所谓的清廉的说法呢 记者采访了这个 北京之春的主片胡平 那胡平主要描述呢 说那个年代呢 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腐败 包括这个毛远新 就是毛泽东的侄子 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成为沈阳军区的政委等等 他是举这么个例子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你不能这么比 为什么呢 在当初毛泽东的年代 相当于卡扎菲拥有利比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姓毛 包括周恩来 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被他拿上了三次 摔下去三次 他就有这么大本事 所以当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时候 他有什么腐败和不腐败的 所以算账不能那么算 不能盯在现在腐败的观点上 这种概念上去看待当年的毛泽东 对吧 毛泽东想要他下属的媳妇 跟他睡一宿就睡一宿 他的下属没敢放逼 没准还觉得好事我有机会了 他没准还那么想 你想想 你家的媳妇都是他的女人 他还什么腐败不腐败 还去探导家族腐败不腐败 就不是那么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看问题呢 在具体的环境当中 看着具体的事情 而不是用一个概念去套所有的 所以毛泽东的年代 如果你一定按照腐败上说 是这个国家姓毛 是他们家的 所有的人的生死 都是他说了算 几千万人死 死在他的政策手里面 当官的出现状况 包括刘少奇被打倒 是他想让他死 紧接着就提到第二代 他说邓小平年代 邓小平年代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 八九六四 实际是反腐败 反的就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那这篇文章里就介绍当时的来路 他讲说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猫理论 黑猫买猫 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和理论 就摸着石头过河 这都是邓小平说的 他说在整个八十年代 以邓家子女为首的 中共高干子弟 纷纷下海经商 当时后来出现叫下海的说法 当时的太子党的主要的手段 是利用价格的双轨制 倒买倒卖 紧俏物资的批文 如汽车指标 钢材指标 那个时候叫倒爷 就是说外头拉货的是笨的 有钱的都是加一小黑包 沙池小黑包 黑包里有公章 有批文 盖了批文的章 倒卖紧俏批文 这个当时是那么干 他讲说 邓小平家里面 以其长子邓朴方为首 邓朴方在文革期间 遭遇非常惨痛 造成了高位截摊 长期以来担任中国残联主席 84年9月份 中国残联福利基金会 投资600万元人民币 中央纪委拨款500万的美元外汇额度 邓朴方成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所以大家听懂了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康华公司是这么来的 84年9月份 87年6月份 邓朴方成立大康华隶属国务院 特批享受免税待遇 注册资金2亿元 实际投资1.2亿元 据当时称 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 邓朴方有办法进口 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 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岛爷 这就是当时说的岛爷 这是87年 89年六四两年之后出现的事情 大家的当时学生目标冲的就是康华公司 反腐败维护党维护共产党的这个名义 这是当时学生提出来的口号 所以大家听懂了 反腐是纳俗就到了 到了今天的反腐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所以这就是第一代第一代的太子党 岛爷邓朴方先生 文章里也提到说 所有那一代的子女当时都进入了商界 包括陈云家族 陈云家族就是陈云他爹 那主要掌控的银行业 他说包括和叶剑英家族 所有你们所说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家族的子女 都有着庞大的商业利益 使得他们相当的富裕 他说不过这里必须提出一点 纯粹的腐败和群带关系 在这里很难分清 所以当时很难分清 就是因为你说什么叫群带关系 人家爹妈 人家就是那个 人家有个好爹 对吧 人家这好爹是国家的代表 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 出现了这种场面 那包括中信集团 那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被调查的王军 王震的儿子 其实就是当时的进入了中信集团 那中信集团呢 是荣毅人 完成为了完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开始成立的 巧克力巧克力 我们那时候叫巧克力大楼 建国门外 这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场面 那这里他说的 这就是第一代太子党 当时出现的状况 那因为这篇文章写的很长 它设计了人太子党五代的嘛 咱们三十分钟把人五代都给扯了 就比较长了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一部分呢 等于是这篇文章的上半部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下半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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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